同梁鼠在今天举办了111年的国产包装十米季米食制品的品牌形象辅导计划成果发表会的记者会 选出了7家的米业者透过辅导来创造品牌形象 加强品牌的识别度 而且也让业者有杂鸡 像是有业者就创造出了一系列米造型的IP角色 应用在网络的行销上面是大大增加了品牌的能见度 还获得了国外顶单 亲子丼饭咖喱饭饭团与紫烧 米饭变身可爱迷人角色 业者创造品牌IP代言人 让品牌形象更加吸睛 一眼就脱颖而出 可爱的吉祥物加大顾客黏着度 自应用网络行销提高产品能见度 另外还有业者重新设计包装 顺势推出新口味三角饭团 新视觉味觉享受 就连美国都有人跨海来下单 其中农粮署是幕后最大推手 包装设计来着手 那其次接下来就是由这些企业的识别体系 它的形象提升来做 农粮署领选出国内七家优秀业者 透过计划有效辅导业者创新改造 为米业者打造品牌之路 让米从传统产业变得很新盈 也成功带动经济效益 他们的营收方面增加从15%到25% 今年品牌行销提升之后 它的营业额马上增加了750万的 所以24万个米汉堡卖到美国去 这个是今年的时机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透过独有的品牌精神来提高识别度 也借此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 接着操战干个地台北报道 全球 感谢观看